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场次会是教学评量与教学方法 这个场次我们请到两位讲者 首先第一位请到的是高雄医学院大学的吴正章吴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高一大的教学评量方面的一些心得 跟他们的经验做法 那是不是我们就请吴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吴老师请 谢谢张老师 各位先进 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找我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学校的一些程式设计 尤其是我们在做一个能力分级的经验的分享 那算起来的话 学校在推程式设计的时间表来讲的话 算是比较晚一点 我大概在108学年的时候 才学校才开始重视这一块 所以说 然后在做过程中的话 也开始就想到说 是不是要像英文能力一样 我们会做一个分级的一个授课 所以说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个设计的想法 那这是我的小档案 我本身是都是在做资讯方面 都是念资讯相关科系的那个 然后我本身有在18 在业界有当做程式设计师 然后在最后再当专业经理 然后最后当到MS的组长 教学部分的话 大概我在中间的话 就开始当前任老师 像我硕士的话 是刚好是在业界当然8年的程式设计师后 就回去考学校考教大 然后当初主修是数位影像处理 然后到最后 一样再回去工作之后的话 再想想说 对研究还蛮有兴趣 再去念一下博士 然后拿到博士之后的话 开始就在外面颠课 所以到最后就在高中地去颠课 所以也就是碰到很多 case 因为到最后这几年都在做程式设计的教学 比较多 然后涵盖的也有 像如果在文导 那大部分就是语言学校 然后再来大部分都是在 职工的这个背景里面上课比较多 然后到最后 然后今年才有信 今年就到高一这边来服务 所以说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 这些就是有关于程式设计 这方面教学的业务 那就是我在负责的 那我本身很喜欢教小孩子 所以以前大修毕业往直开始 大概都是在不习惯教写程式 所以说这是最近在词记 词记教下写程式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学校呢 它是从108年开始呢 来进行程式设计教学 而且是把它变成一个音修课 当然因应呢最重要是说我们在医疗 目前会都知道医疗呢 尤其最近有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慧 跟医疗结合就是智慧医疗 所以说这个一集兴起之后 那学校这边就开始探讨一个问题 那学校学生如何呢 来面临未来的这样一个变革 所以我们发现呢 程式设计在这方面的重要性非常的大 那当然还有一个是108学年 那个课纲的推展 所以我们发现呢 高中生他普遍呢 都有这个方面的一个学习 所以我们又思考说 他们来这边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衔接 最重要就是教育部有推这个 推动大学程式设计教学计划 所以说我们呢 就刚好呢 利用这个推行的过程 学校呢 就开始要来做一个规划 所以我们在107年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想到说 因为这时候的话呢 我大概就是在高一这边兼课 所以说学校就找我过去说 我们在想想说 如何来规划整个资讯教育 我们到最后定书说 一开始的话呢 一开始因为学校大概 因为学校的特性很特别 医学大学的学生的话呢 大部分的学生都要考国考 所以他们对于未来的目标 都很确定 所以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 他是很确定的 是要考国考 那所以说呢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设定说 必须要先做一个什么 运算思维的一个 还有程式设计的一个基本教学 第二阶段来考虑到说 怎么样跨领域 这部分的工作呢 就交给通识教育中心来负责 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怎么来做的 我们在107学年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资讯的课程 在通识教育里面呢 它是有个必修 那是零学分 当初的话只要考过前测 也就是说我们在入学的时候 会做一个测试 如果通过的话呢 就不用修了 就不用修了 OK 那我们108的话呢 就是做一个改变呢 简单讲就是把它 基础程式设计与运算思维 两个学分必修 就是变成大一进来的话 一定要修 这时候我们又考虑到说 考进来的学生呢 可能在高中端的时候呢 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能力了 所以说我们就想说 就把课程的分为两大类 这是必修的啊 也就是说他没有修A类课程 他就必须要修B类课程 我们有这样的规划 也就是B类课程的话呢 就希望能力好一点来修 所以我们会做一次前测 所以我们前测当初命题的方向的话呢 就是考运算思维12题跟程式设计8题 当初我们考的方式的话呢 是在利用新生州 他们到学校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要做英文能力测验 跟还有国文中文能力测验 所以我们在当天 还要做一个叫做 运算思维的能力测验 这时候我们分为四个梯次 在六间教室里面来举行 然后我们第一次考的话 我们是先考完之后 再定指标分数 我们当初指标分数是定 大概人数的20% 结果我们定出来是依照 指标分数要大于70分 然后呢程式题要大于4题上 接着我们公布成绩之后 公入标准 就建议达标的学生的话呢 就是要去选修V类的 这是我们命题的一个组成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运算思维的题目12题 程式设计8题 然后运算思维题目里面 我们简单又把它分为四个部分 所谓问题解析 模式辨识 还有抽象化跟演算法三大类 这是我们的一个题目的内容 我们是参考这个Vibras Vibras里面的题目 当然都挑一些 比较简单易懂的题目来考 主要是要看 因为在短时间内要来测验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找很难的题目 这是程式设计的题目 那我们做完测验完之后的话 在108学年来讲的话 我们总共有1126人测试 达标有191人 那我们当年度修课人数 一共有1101人 然后我们最后真的搭修课V类的人数 只有60个人 其实只达到我们没有达到目标值 目标值希望至少要15%以上 甚至到5% 这是我们在108学年 我们最后上完课子还会做后测 我们做完后测发现 我们教完这门课完之后 他们的能力普遍都提高 尤其是在程式设计方面的能力提高最多 就是他跟以前 因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他高中端进来的时候 基本上因为大部分都是念书 然后考试 所以他们这层次方面都没有涉略 但是经过一下的训练之后 一个学习训练之后的话 真的有大幅的改善 我们在108年执行的时候 有做个检讨 发现说选进修的进阶课程的人太少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要怎么样方式来解决 因为大部分同学都认为说 程式只是一个通试教育 所以他只要求过就好了 所以他只要上基本的就好 他不要上到进阶的 然后我们也发现说 虽然说到进阶上的学生 但是我发现他们普遍的程式能力 还是不是很好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程式的题目比例比较低 所以筛选不够精准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选课的话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由学生一开始就先设定 他也选基础课程 所以说如果说叫他加退选到进阶课程的话 他们就意愿就不是很高 那我们在108年实行这个过程的话 我们是需要投入比较高的成本 因为我们要安排考场 分配人员等等 所以我们在109年的时候的话 再做个改变 因为我们就 第一个我们在课程上做个改变 就让他们比较 就是Python 1 我就全部就改Python 1 然后进阶的话是上Python 2 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说Python 1跟Python 2的差别 就是说Python 2的内容的话 比较着重于这些专题的探讨 但是他有Python 1的一些基础课程上完 然后109年的话做一些改变 就是说把程式的题目变多 然后我们定的指标分数是这样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配合什么 我们不是要来学校考 而是说在选课之前 他必须在线上考试 所以我们就请图资处来帮我们 来把E-learning的测验系统 跟选课系统连结 也就是说他在选这门课的时候的话 必须要测验完之后才可以选课 然后自动的会帮我们分流 这是我们配置 所以我们到109年的时候的话 我们发现选进阶课程的人就提高了 就大概101人 当然各位会发现说 我们在程式设计来修课的人 其实也变多了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二年级 三年级的学生 甚至连研究生他都来修了 这是我们开课的一个统计表 我们学校来讲是以科系为单位来开的 比如说像我们医学系的话 他就开两班 像牙医开两班 药学开两班这样 所以我们是以班来为单位 所以我们一年的话呢 大概就会开二十几班 派生1跟派生2 我们在109学年的话 也是发现说 我们还是觉得说 休课虽然已经快到10%了 但觉得还是太少了 然后学生呢 反应是说 因为在晚上上课 为什么安排晚上 因为他们课都排得很满 所以说到最后的话 我们派生2的话呢 是安排派生1 他们那些学生 有结合三个班的学生 开一班派生2 所以说最后有可能的时间 大家共有的时间就是晚上 可是学生有时候想要晚上呢 他意愿不高 所以有时候都会临时来教个家退选的动作 又改回原班去上课 那我们发现呢 筛选还是不够精准 所以我们想说用 为什么呢 有一种情绪是因为选择题 大家用拆的 刚好蒙到了 所以说我们在 11年的话呢 就把它改一下 我们11年会改成填控题 然后完全都考程式设计的题目 完全考程式设计的题目 可能有认为说我用Python的话 没有学过Python的话 不是就不会做了 我们虽然说改成用Python的程式语言来写 但是我们针对C会C语言的同学 也会看得到 也会看得懂 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题目 类似也就是学过C的人的话 大概他也可以看得懂 这样的题目的结果 我们会利用我们这次110选择的话 有透过先修班 有做一些测试 先做先行测试 还有做一些难易度的分析 他发现我们这样测试的话 有符合我们的要求 所以今年的话呢 测完了结果的话 通过率大概有15% 所以是跟我们预期中差不多 因为题目上的比较难一点 通过大概有15% 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 这三年做分流的动作 我们做分流的动作的话 因为Python 2是主要 我有在搜Python 2 发现学生明显的有不一样 因为学生的话 像在Python 1来讲的话 你教一些程式语言的话 有很多他们都观念上 像从一开始的变数 运算式这些 他都脑袋都还没有办法转过来 可是在Python 2来讲的话 你进度就可以拉快 所以我们到最后面呢 就可以做一些很多的一些 比如其中之后 就可以做很多专题式的一个探讨 那就可以 他们就觉得还蛮有好玩的 就不会说 因为之前有碰过说 原来在Python 1的学生的话 他觉得说上很慢 他们就觉得说 上课起来都没有什么劲 当然因为学校的特性 学校因为大家都要考国考 所以其实这不差本科 所以说 而且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我第一次记得108年 刚刚在实施的时候 我们在教城市设计的时候 我们的医学系的学生 他就会来问我一个问题 说老师这个又不考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说为什么要学这个 他们当然会问我这个问题 牙医也会问 牙医学生也会问 他们问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甚至他还问了很老实的问题 说我今天就是 不会写程式才来学医的 他们就这样跟我提 但是所以说 我们在教学方面来讲的话 对于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 我想说就要给他们 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他们可能就只上这两个小时 的城市设计而已 这是整个大学 我想说这到底要让他们 有什么样的一个获得比较重要 所以我想说除了说 基本的城市 我发现说希望他们能够做到两件事情 就是读跟写 至少你要看得懂 知道城市是怎么写的 自己要写得很好与否的话 我觉得是其次 但是呢在写的过程中 在读过程中一定会碰到很多问题 常跟他们讲 城市就是错误中学习 所以我们呢很重要 我为了给他们信心 给他们说 我们就搬出了几个医生 在学城市的一个例子 尤其这个是北医的原医师 他就 他就 他在杂志 在文章上提到说 他三十几岁开始学派生 而且我们现在医生里面 有很多人在学派生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学派生的话 以后你就不用再修了 你们就懂 现在很多医生都来求派生 而且我跟他们提到说 学派生 学城市设计不是要让你当工程师 怎么可能两个小时 让你当工程师 那最重要的话呢 是要让你们以后 可以跟工程师沟通 这很重要 未来智慧医疗的主导权 是在你手上 工程师只是在帮你完成 你的事情而已 所以你要懂得跟他如何沟通 不觉得说 就跟他们沟通一下 他们就 比较听得下去 所以慢慢的话 这种声音就越来越少了 然后这个也是很好例子 这杨明 杨明医学毕业的 的一个医生 他也是一样的 我就说 你除了当医生之外的话 你还可以 可以做更多事情 像他就 就懂AI 因为他以前会写程式 所以说他创了很多 科技公司 所以提供一些意见 让他们了解 包含物质 职制方面都跟他们提 所以我们比较特别的 一个学校 我就告诉他说 有关于程式跟医疗的关系 其实紧密相关的 未来一定只有 更相 更连结更清楚 所以就跟他告诉他们 所谓智慧医疗 这方面的一些相关性 主要是让他们互动增加 然后你可以看 我们每一个系 大概都会开一班至两班 所以课非常多 因为必修 所以还好我们学校的话 他还蛮可能 我们就会 私自方面的话 就慢慢加强 所以108开始的话 我们到今年的话 有三位的专任 或专案的教师 那今天教师也是我们的主力 也是帮我们不少忙 因为我们班级多又必修 然后我们又希望他有实作的能力 之前本来想说要让他们做小专题 我刚刚有看到很多老师都希望让他们做小专题 我做小专题很好 可是我发现说 因为他们真的太忙 医学院的学生大部分都很忙 那考试很多 所以我考虑到说 与其让他们做专题 没有时间做出一个很好的 像刚刚他们的这么棒的专题之外 那我是不是可以帮他们 想一些小题目 让他们来解就好了 所以刚好有一些教学系统 所以就把教学系统 然后我就设计一些 他们比较容易懂的题目 然后让他们来解 然后从线上来解 然后我把它纳到平常是分数上 因为他们对分数都很重视的 所以说透过这样的让他们去赚成绩 也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多的成就感 而且他们常常有时候还跟我讲说 老师你常常害我呢 吃饭都吃不好 因为他一面吃饭一面在做解题 我觉得也很好玩 因为在解题的过程中 一定会碰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也投入了 因为我们算是在通知教育中心里面 没有什么研究生 所以说我们只好 就邀请了之前不错的学生 来当做就让他们学长学姐们 来当做客服小老师 然后除了说可以到课堂来跟课之外 他也可以在 在课堂上来讲的话 他也可以来解决问题 甚至在疫情时间 我们还可以在网络上帮他们解决问题 所以说学生还觉得蛮不错的 这是我们一些课服人员 跟学生在一起讨论问题的一些照片 我们也为了学生希望能够对这方面的应用了解 我们还办一些Steam的竞赛 像学生像Python2的学生来做一些应用 我们当然会给他一些小奖励 所以他还蛮愉快的 那我们以下目前呢 这个城市设计的课程在学校来讲的话 简单讲就是说他已经开了两个学年 这是我们在课程 学生给我们的课程评仰上面的获得 其实分数的话不是很高 如果跟其他通试的课程来讲 不是很高 通试都很高 但是我发现说 至少在回馈上来讲的话 有不错的一些回馈 甚至我们在机后课程上 一直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未来的推动方向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最近有发现说 来了学生的 学生的城市设计能力 好像也慢慢的越来越好了 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108课纲 他们有把城市设计 纳到他们素养的培养里面 所以未来的话 我预测是我们Python2的人数 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会自我调整 然后慢慢的话 可能未来的话 可能是如果大家能力好的话 我们就可能做Python2 就是比较进阶的 专题式的一个讨论 然后Python1可能就变成一个 比较强化的辅导式的一个上课方式 对于加深加广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医管知系 所以说对于说 我们所谓讲讲加广好了 我们会在通试教育东西里面 预计想要开有关于 因为Python 很多学生问我 Python学员做什么 我说Python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们就会把物联网 然后还有资料分析 还有机器学习跟影像处理 这方面的识别东西 在通试来开相关的课程 让他们可以后续的可以来延伸 然后对于说还要更深入的话 如果对城市这块 对资讯方面有兴趣的话 我请他们去医管知系 去参加这方面的课程 当然最后的话 希望能够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必修的话 大概最多现在要三年级 所以我们到最后发现希望说 这种跨语预约结合的话 可能主要就是看看 他们高年级的三四年级 如果做专题的时候 如果有用到跟城市相关的话 我都跟学生讲说 你就进来找我们好了 反正我们通试教育中心的 基础科学教育中心 就是要帮你们来解决这个城市 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来跟你们讨论 我想说利用这种方式的话 然后甚至也可以跟他找 跟他们做结合 做跨领域的一些应用 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